在放暑假是出遊的忘記訂房的時候 你要多留意事項細節 有民眾就發文說 他們一家四口到南投旅遊 包含兩名未滿三歲的幼兒 看過官網的訊息之後 這一家人以為說 六歲以下的孩童都可以免費入住 後來被告知定的是一大床 不能夠兩大兩小 等於說一家四口住進去 建議加價一萬元升等房型 事事多了未滿三歲童要加一萬元 這個業者出面喊冤 說他們官網上公告寫得很清楚 並不是玩文字遊戲 雙人房最多可加一人 未滿六歲不收費 也就是說這間房的入住人數 最多是三個人 木質調設計空間整齊明亮 從房內一眼望出去 就能將絕美湖景盡收眼底 為在南投日月潭這間旅店 開幕後頗受歡迎 如今卻傳出爭議 有民眾發文說 自己帶著兩個未滿三歲的幼兒 一家四口到南投出遊 入住這間飯店 當時查看官網訊息認為六歲以下的孩童 可以免費入住 沒想到卻被告知他訂的是一大床 沒辦法兩大兩小入住 質疑業者再玩文字遊戲 不過業者也出面喊冤認為注意事項明確寫在官網 雙人房最多可以加一人 也就是最多三人入住 那如果是超過的話 就是第四人就得要再收費 所以比客人他們是兩大兩小 兩大兩小總共四個人來做入住 所以就跟客人講說建議他改兩間雙人房 或者是也可以改為四人房 那當天的剩餘的房型 我們就針對房型的差額 然後來跟客人做報價 畢者建議他們改住兩間雙人房 或是一間四人房 並且依照當天剩餘的房型報價 卻因為價格偏高引發顧客不滿 譏諷問說一個嬰兒要收一萬塊 難道是有父 辣妹 保母嗎 如果我是校長 我還是會先看飯店的說明 對 可以帶幾個小孩入住 如果不行的話 我被為難 我覺得我是理所當然被為難 應該來說飯店是沒有錯誤的 對 因為這是我們有帶小孩 甚至有寵物的時候 我們都去注意的事情 天文一出瞬間引發民眾熱議 下回出遊訂房須知 還是得再三留意 免得開心出遊最後卻敗心而歸 藉著王明緋 威少爺 胡杰倫 南投報導